這支魔魂醬的廢翼鋼彈啊 哇真是搶翻天了 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它吧 Yo我是老威 這支雙11啊 你有去淘寶網買這一支嗎 HIRM的廢翼啊 雖然這一支是中國大陸訪的 但是真的是做的 因為上一支它的那個廢翼零四啊 真的算是賣的蠻好的 然後也還原度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這支魔魂醬一推出了HIRM的飛移之後 就大家都在搶啊 其實可以去淘寶網買 應該算起來應該一千塊以內應該是買得到的 老威這邊比較有一個好奇啊 你有沒有覺得說大陸模好像都還蠻奇妙的 好像HIRM啊 這個系列好像就被魔魂醬給包了 那像大班啊 它會去出一些MB啊什麼東西 他們就不會像早期的龍陶子跟大班一樣 讓它互相競爭像什麼攻擊自由 全部他們都一起出攻擊自由 雪崩就一起出雪崩 以前還有HUS吧 有出雪崩 就是 不覺得現在就是大陸的廠商都好像很有 自己有很有默契的就是 我什麼系列就我出 那什麼系列就你出這樣 好像就不會像以前這麼競爭了 不知道我自己的觀察 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我們今天就趕快來開箱這一款吧 看看它的板件 跟HIRM有什麼不一樣 那 因為它的骨架不是合金的嘛 它骨架是完完全全都是組裝的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這次的盒子很妙啊 之前是一個羽嘛 就是那個 飛翼零四是一隻 一個羽毛的羽 然後現在變W 對 反正他們核子取得都蠻妙的 首先就要來講說明書啦 為什麼特地一開始要先講說明書呢 因為其實 如果有在買對岸模型 就會知道說 其實現在對岸很多說明書 都變成電子版的 所以難得有個紙質的說明書 雖然印刷是沒有多漂亮 都是黑白的啦 但是我覺得多少就是 你知道看紙質有這種現實的感覺 還是不錯的啦 就是印刷就是比較 對 好看完說明書了 我們趕快來看板件吧 一開始就一定要先來講這個 MB的底座了 像老衛之前有開那個MB的那個異端大件嘛 你看它那個底座完全就是白的 你看這個魔魂架 它就是有幫你做 這個是翅膀吧 我剛才還想說要是想 這個應該是翅膀 就至少質感是到的啦 就完蛋沒給底座嘛 完蛋沒給底座嘛對不對 這個黑色的地方啊 就是它的骨架部分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因為其實 合金骨架其實多多少少 它還是有一些合金的成分 但是它可以變成 今天變得完完全全都是塑膠 那可以看到說 它的塑膠的色素的顏色就是比較鈍的顏色 就不會像HIRM它那種塑膠的量 是比較亮的那種顏色 看白色就最明顯了 因為HIRM的白色都是最明顯 都會有一點偏亮的那種光澤 那可以看到這邊 那麼亮的白色啦 它骨架後面還蠻多的 因為這一片都還是骨架 可見骨架的成分真的是蠻重的 現在就是講它的武器啦 可以看到這一個 這個之前的那個魔魂匠的 廢翼靈絲最被別人詬病 就是它的分件沒有像HIRM一樣 這麼的分件這麼細 它就直接給你一支就是這麼大 那我看這支應該是一樣的武器吧 所以它可能就是 它偷工減掉就這個地方啦 最後一塊啦 今天簡單開箱完了 魔魂匠的非翼鋼彈啊 你覺得說如果魔魂匠 它下一款還要再仿的話 你覺得它會挑HIRM的哪一款呢 紅翼端嗎 好像因為好像有很多人都有紅翼端了 那漆黑翼端呢 又不是很好賣 那只剩神鋼彈了 你覺得神鋼彈會是它下一個選擇嗎 那如果萬代不做金色的神鋼彈 你覺得魔魂匠會幫它做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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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